事项缩减13% 多项审批放开 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出炉 政策效果显现 全国生猪产能只降回升 猪肉价格回落 小雪节气到来 北方多地迎大风降温 新疆木垒县与强风吹雪 供不应求部分中药材涨价 从16年的90万块钱 到现在就是50万左右吧 一平均 要其怎样应对 中程药价格如何走 持续干旱 水库缺水 澳大利亚悉尼 面临近10年最沿线水令 极具科幻色彩 特斯拉电动皮卡发布 玻璃测试现场翻车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各位晚上好 我是姚雪松 晚上好 我是张燕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美国国会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是美方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牵制中国发展的又以恶劣行径 遭到中方坚决反对 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的图谋枉费心机不会得逞 专家认为美国一些政治力量 妄图通过制定一部国内法 来干涉中国内政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美国经常借民主和人权干涉别国内政 一有机会就用这些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 它任何一次都没有成功 美国对中国借香港问题来干涉 或者是影响中国内政的也不要 专家指出 目前在香港有1300多家美国公司 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这些都表明 如果香港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 受到严重破坏 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将严重损失 香港的繁荣稳定的话 对所有的在港有利益的国家 是有好处的 美国国会现在这样做 不仅是对资深利益的损害 而且对于国际社会的利益 也是一种损害 专家认为 香港不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风筝 也绝不可能被美国的政策立场左右 美国政客们希望在华盛顿 拉着风筝的长线扯一扯 就能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 这一如意算盘必然落空 中方一方面要坚决反击 美方的这些无理的做法 要坚定地维护一国两制 坚定地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同时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制度自信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 最有力的政治保障 香港各界表示 美国国会涉港法案罔顾事实 颠倒是非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人 搞双重标准的虚伪嘴脸 以及妄图乱港制华的险恶用心 美方的错误做法 必将损害其自身利益 香港新民党认为 美国把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围的事物 纳入其监管范围的做法非常不恰当 香港新民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 美国单方面破坏中美关系 也对美国在香港的贸易和投资 带来负面影响 动摇双边经贸合作的信心 同时为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谈判增添阴霾 最终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发表声明说 美方这一法案的通过赤裸裸地显示了 美国对香港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应给予强烈谴责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特的地位 一国两制的落实 确保了香港继续得以繁荣发展 民主自由程度较港英时期更为进步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申表示 美国会通过相关法案 将严重影响香港和美国两地 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漠视一国两制在港成功有效落实的事实 势必影响两地交往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鸿斌指出 相关涉港法案 不会为香港的民主发展带来好处 更将破坏港美经贸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表示 美方不但对暴行给香港带来的严重影响 置若网闻 更把暴行粉饰美化为追求人权民主 他指出 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人权民主问题 而是要尽快止暴制乱 维护法治恢复秩序 我们现在见到美国的参议院 中议院的议员 公然地插手影响香港的事务 我觉得香港市民应该都是要 要很清晰地理解他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我很明显看到 其实他们做的所有行为都是居心可策的 香港和我们内地的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 一直看到香港市民对内地对祖国的一种归属感 这种关系是任何人是摘抗不了的 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怎么轮到美国佬来指手华教呢 美国现在想通过香港来搞我们大陆的发展 其实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依靠和平的发展 全国包括我们香港人 澳门人 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其实美国佬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破坏我们 其实这种阴谋是一定不可以得逞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他是霸权思想太过严重 他没有想到如果是这样搞 其实对着美国企业是香港地区 所有的那些文化活动交流那些 一定会受影响 之前我们也说香港地区的风波 那现在看来 确实 外国势力插手 现在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政规的吗 一个两种就是香港回归祖国 22周年 就是一定会坚持这个原则 本台 本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任何干预香港事务的企图注定失败 文章指出 大量事实表明 美国反华势力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狼狈为艰 是香港持续暴乱的主要推手 从暗地里煽动挑拨到公然赤膊上阵 美方从未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此次美国国会有关涉港法案 其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 甚至毁掉香港 这是对中国内政的赤裸裸干涉 也是对广大香港同胞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文章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在香港自以妄为 任何人任何伎俩都阻挡不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 本台消息 新华社今天播发题为 鼓动暴力搞乱香港的霸权黑手 凭美国国会通过涉港法案的评论员文章 文章指出 该法案罔顾事实颠倒是非 全然无视700多万香港居民安全利益扶植 公然为香港激进暴力犯罪分子张母撑腰 我们要证告美方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企图把香港推向动荡深渊 以此遏制中国和平发展 香港明以不答应 14亿中国人民不允许 中国政府不会做事 必会采取强有力反制 美方切莫继续玩火 否则不只是枉费心机 更将自食其果 本台今天看播国际瑞平 趁火打劫搞乱香港是痴心妄想 瑞平指出 美国国会既日通过涉港议案 为激进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 为暴行开绿灯 妄图趁火打劫搞乱香港 破坏一国两制 阻碍中国发展 用心极其险恶 香港回归22年来 美方一些人反中乱港的图谋 从来没有得逞 这次同样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4亿中国人民 已经看清香港修例风波的本质 看清境外黑手 反中乱港的政治图谋 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 正挺身而出 反击暴力 趁火打劫搞乱香港 是痴心妄想 奉劝美方一些政客 不要机关算尽 太聪明反落得格 引火烧身的下场 本台看播 大湾区之声热评 香港不是美国政客的作秀场 来关注经济体制改革 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进展 今天2019年版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正式发布了 全国一张清单的体系 由此变得更加完善 那么和2018年版的清单相比 此次发布的清单都有哪些新的变化 有哪些高含金量的事项被放开了呢 我们来看报道 最新发布的2019年版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可以说在原有结构保持不变的基础上 进一步缩短了清单的长度 那么总的来看 减少事项近20项 修订后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缩减13% 放开了一批有含金量的措施 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批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设立审批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许可等措施放开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打破准入门槛 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此外 负面清单中还列出 每条措施的主管部门 便于市场主体参考 完成清单事项统一编码 赋予每个事项唯一识别码 为实现清单事项一目了然 一网通办奠定基础 同时按照清单之外 不得另设门槛和隐性限制要求 及时发现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 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发现一起解决一起 我们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 它不只是一张单子 为什么 它是一整套的制度体系 我们强调的就是 单子上没有列出的 我们同时要保证 在对应的市场准入环节 是没有隐性壁垒的 可以说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是我国遵循飞进击入理念 构建更加公平营商环境的再发力 那么相关的话题 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 财经评论员姚振珊的观点 振珊你好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好的 张燕 因为关于这个负面清单的解读 也比较多 给大家的感觉是 负面清单是越来越短 那么实际上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市场的机制越来越活 但我今天想提一个建议 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市场的活力越来越大 但是中国有它的现实的情况 就是区域的这种差异性比较大 这个差异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的 更多是在因为教育水平 经济水平等等 那么在观念和理念上 有些时候差异很大 现在这个负面清单形成了 全国的一张单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是不是能够做到 解读是一张单 那么落实是一张单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在社会上 很多时候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在各地的 这个管理部门啊 包括政府部门 既存在重服务 清权力的一些部门 但是呢又存在 放着手里面的权力 不愿意松而轻服务的一些部门 那么如果说一个客商 在A地方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但是到了B地方 同样在一张清单下面 却是受到了很多隐性的阻挠啊 等等 包括对清单的解读 这个解读的不一样 那么它的整体的观感就不会好 所以呢我想呢 在2015年10月19号 这个负面清单制度 开始实施到现在 也短短只有三年时间 它还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但是呢 它和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制度呢 构成了中国的市场准入的 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 能不能在监督机制 督察机制 申诉机制和投诉机制 这几个方面呢 能够同步来进行 然后呢 让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去不断地完善 最终呢 实现是在清单松的情况下 监督要紧 我想如果是能够实现 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 对于负面清单未来的这个落地 和这个执行呢 会更加有利 能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制度和体系 更加的完善 好的 张燕 今天呢我就 有这样一点观察 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好的 谢谢郑珊 郑珊还是说 其实负面清单 事实上是一整套制度体系 感谢郑珊为我们带来的观点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 依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 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 国家统计局对2018年 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 进行了修订 主要结果为 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 为919,281亿元 比初步核算数增加了 18,972亿元 增幅为2.1% 当地时间21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发布了最新一期的经济展望报告 报告预计 2020到2021年 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9% 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 我们财经频道的记者 也专访了经合组织历史长古里亚 报告预测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9% 2020年预计增长率仍然为2.9% 2021年为3.0% 远低于去年11月时 该组织所做出的预估 We have been reporting since May of 2018 last year and then in September then November and then in May of this year and then in September and now in November again just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forecasts 古里亚认为除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国际投资水平不断下降 也是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一大挑战 即使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 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古里亚还是表现出了乐观的一面 there are some positive things because we were in a recovery I think this would send very positive signals and provide an injection of confidence confidence is the element the trust is the element that today is lacking and therefore any elements that produce the confidence will be quite positive therefore we should focus on those 第二届创新经济论坛 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 会议期间 与会嘉宾围绕新经济体的 机遇与挑战 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其中数字科技和创新经济 就成为了热点话题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运转 智能化 网络化 数字化 加速突破 随着5G AI 区块链等技术的 加速变革 给全球各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数字经济将为全球经济增长 做出突出贡献 预估到2030年 以5G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为主的 数字经济将带来接近 40万亿美元收益 Historically we've seen over a century that gains in productivity which ultimately translate into gains in per capita GDP have really come through the technology channel For China we've already seen this these digital technologies I think are a new engine of growth as China has shifted away from a model of manufacturing and an export-led growth model to a consumer-led growth model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 未来创新将会更深层次改变世界 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指出 全球经济面临挑战 传统模式不再有效 未来需要政府和企业携手前进 共同抓住全球经济发展的势头 我们推动创新 实际上是协同创新 包括世界各个国家的协同创新 它形成这种创新的潮流 那么才能使整个的世界经济 带来新的希望 今年以来猪肉的价格波动 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了 为了保障大家餐桌上不缺肉 从今年8月份到现在 全国已经有25个省份 出台了支持生猪副产保供的政策措施 那么在目前 我国生猪产能恢复的究竟怎么样了 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最新的数据 可以说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今天的会上也释放了 我国的生猪产能出现了 指降回升的积极信号 首先是10月份 我国的能返母猪存烂环比 增长了0.6% 这是自去年4月份以来 首次出现了增长 那么与此同时 规模猪场的生猪存烂环比 也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了增长 10月份全国年初来 500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 生猪存烂环比增长0.5% 能返母猪存烂环比增长4.7% 当前全国生猪产能下滑 以基本见底 年底前存烂有望 直降回升 杨振海表示 生猪生产恢复还需要一个过程 力争明年底生猪存烂 基本恢复到常年80%左右的水平 专家认为 未来生猪产能的恢复 主要来自于规模化养殖机构的 产能增长 这个总体的增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另外一个阵营 就来自于这种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 应该说能返母猪存烂量 呈现一个缓慢回升的 这样一个态势 这样的话为明年 下半年的生猪供应 可能有一个基础产生的一个保障 同时我们注意到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还显示 11月份全国生猪价格整体下降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猪肉价格的走势如何 未来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吗 请跟随着记者 一起到各地的菜市场去逛一逛 流通介绍 猪肉价格下降 一方面是因为进口冻猪肉和国内商品冻猪肉库存量充裕 11月份冷冻猪肉上市量明显增加 对猪肉价格上涨有了明显的抑制 另外前期压篮毛猪集中上市 也增加了市场的供应量 商户刘云辉说 这段时间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和单位食堂的预定量 都比上月有了明显的增加 这几天在陕西西安南郊的农贸批发市场和超市 猪肉销量也明显增加 据陕西省发展改革委监测数据显示 陕西省生猪猪肉价格已经连续三周回落 拿前腿举个例子 最贵的时候三斤肉就在接近90 这两天的话三斤肉才不到70块钱 罗先生在浙江瑞安经营一家小餐馆 平日都要购买各类猪肉 做烧制菜肴用 最近猪肉价格每天下降幅度 在每斤0.5到1元 虽然降幅不大 但是按照每天20斤的购买量 它一个月可以节省近2500元的成本 你降了没点 不是幅度不是很大 本来做生意嘛 就是成本工资才比较重要嘛 目前不是降了有5块多一点点 那我们这个零售价也降了5块钱一斤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出台 毛猪产能稳步恢复 猪肉价格不会出现10月份那样的快速上涨局面 但由于毛猪的供应能力仍然不足 同时又面临元旦春节的需求高峰 所以肉价继续下降的空间依然有限 其实我们谈到猪肉市场的波动就不能不提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 辽宁省是我国最早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地区 那么现在当地的疫情控制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作为我国生猪生产和外调大省 目前辽宁的生猪生产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我们的记者此前在辽宁进行调查 来看报道 在辽宁省北镇市一家大型猪厂 所有进场人员车辆都要经过多重消毒才能进入 去年10月15号在当地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 使得猪厂共扑杀26000头猪 直接经济损失6000万元 在经过40多天的疫区封锁之后 当地政府按照每头1200元的标准 给他们发放了补贴资金 同时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专家 也专程赶来帮助他们开展复养 今年6月25号猪厂正式恢复生产 其实我们从复产到现在 没检测到任何的非分病毒 我们这个厂是1万头的母猪厂 现在已经有6000头的可繁母猪 还有接近5000头的后备猪 大概到明年的2月份 就全部满产 这样的话每月能产出2万头子猪 接近2万头的育肥猪上市 丛培员说 他们猪厂的复养成功 也增强了周边养殖户的信心 张德勇在辽宁省黑山县高家村 经营这一家年初篮200多头的小型猪厂 张德勇告诉记者 按照现在生猪成本价格 每斤6.5元左右 目前初篮一头猪的收益在2000元以上 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记者又走访附近的几家养猪厂了解到 去年由于非洲猪瘟疫情等原因 有三成左右的养殖户选择了退出 而眼下猪价大幅回升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大家的信心又回来了 9月末行情是最好的 养猪它是最高的行 所以这样的信心真是更足的 今年下半年和上半年相比 这个增长在30%以上 销量增长的不仅是饲料 现在市场上的子猪也成为热门货 在辽宁省黑山县这家大型子猪繁育基地 负责人赵恩欣表示 现在子猪销售相当火爆 每月销量在500头左右 20斤1500块钱 跟网站相比高了五六倍 价格这么高的话好卖吗 现在供不仰求 也都提前预定了 已经预定到两月以后的了 前一段时间猪肉价格的上涨 让鸡肉以及牛羊肉等相关的 替代品的需求大增 那么现在伴随着猪肉价格的回落 鸡肉 鸡蛋等产品的价格 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了呢 陶美彤在北京新发地市场 批发肉鸡产品 她告诉记者 今年三月以后 肉鸡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上涨之中 一些涨幅比较大的品种 像鸡翅中10月底 每斤卖到30元 同比上涨30%以上 鸡胸肉每斤14.5元 同比涨幅50%左右 陶美彤说 虽然肉鸡产品价格涨幅明显 但是销量并没有减少 卖得比较好 我们家来说就是4000斤左右 增加10%左右吧 就是用猪肉太贵 然后拿鸡肉代替的 陶美彤说 肉鸡价格的变动 和猪肉有着密切的联系 属于基本同步 11月份以来 随着猪肉价格的走低 肉鸡的价格 也呈现直线下降态势 肉鸡价格下降了 占个月吧 然后就是11 现在是8块5 和猪肉价格同步下降的 不只是肉鸡 新发地市场鸡蛋价格 在11月份 也出现了连续的下滑 11月21号 新发地鸡蛋价格为 每斤4.47元 比较11月1号的 每斤5.77元 降幅超过20% 市场负责人表示 猪肉价格回落 对鸡蛋价格形成压制 因此预计 10月末的鸡蛋价格 会是今年的高点 随着猪肉价格的 稳中有降和高位调整 未来鸡蛋价格 也会稳中有降 反复调整 不过记者在市场调查时 也发现 目前市场牛羊肉的价格 依然保持坚挺 卖34 皮往年都贵 浮动挺大的 涨了5块钱左右 因为那个大肉也涨嘛 然后吃牛羊肉的变多了 所以它货源要少一些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雪 小雪节气的到来 意味着中国北方 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了 寒冰风洞的时节 中央气象台预计 静明两天 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 大风降温范围向东扩展 预计新疆南疆盆地 内蒙古西北地区东部 东北华北北部等地 气温将先后下降 4至10摄氏度 局地是14摄氏度以上 并且伴有6至7级阵风 此外从今天夜间开始 中东部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其中东北东部 局地将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 而辽宁 山东 陕西 四川 贵州等地有降水 受冷空气的影响 从21号开始 新疆多地迎来强降雪降温天气 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 降到了零下12摄氏度左右 局部地区出现了风吹雪天气 给交通出行 带来不小的影响 21号晚上 新疆昌吉州木垒县境内的 省道S241国道G335 老大石头山区路段 及G7精心高速大骑路段 减200公里的区域 出现风吹雪现象 最严重的区域 能见度一度不足10米 一辆皮卡车滑下路径 由于道路结冰 通行条件差 当地交警对过往的 200多辆大型货车 和30多辆小型车辆 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截至22号上午10点 省道S241线已解除交通管制 21日18日开始 位于北江沿天山一带的 奎屯苏兴滩坑区 开始飘起额毛大雪 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4摄氏度 此次强降雪持续了9个小时 积雪厚度达到了10厘米 肯区气象部门 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据气象部门介绍 22号白天到夜间 吐鲁藩市哈密市 有5到6级西北风 风口风力9级左右 预计24号白天到夜间 伊犁州山区局部 有中道大雪 气象部门提醒 本轮强降雪天气 会给当地交通 电力通信 畜牧业等带来不利影响 需及时做好应对工作 这两天 吉林省吉林市的雾松岛 出现了大面积的雾松景观 美丽的景色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据了解 雾松岛位于吉林市北35公里处 是松花江上一个自然形成的小岛 这里由于地势较低 江水环抱 每年冬季 江水腾起的水雾 遇冷凝滑而形成雾松 整个小岛宛如童话世界 让游客赞叹不已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 这么大的雾松 我是第一次开刀 真的很漂亮 太漂亮了 近年来务松岛的游客人数逐年上涨 2018年 当地游客日载量最高达到4万人 美丽的务松景观 已成为吉林冬季旅游的亮点之一 每年一到小雪节气 很多地方的居民都会开始准备冬令食材 在浙江就有着不少特别的习俗 可谓是酿酒煮茶打瓷巴 家家户户 忙得是不亦乐乎 在浙江杭州市渔航区 每逢小雪节气 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开酿红区酒 在百丈镇西口村 有着30年酿酒经验的叶师傅 正忙着准备今年的新酒 浸泡了一夜的糯米 放到土灶上 在柴火的助力下 不断地向上冒着热气 之后再把煮熟的糯米和红区 山泉水一起放入大缸内 等待长达20天的发酵 把它放放平均了20天 这个就定下去 那个酒上来了 而在湖州安吉 小雪前后有烘制青豆茶的习俗 拨出豆粒 用清水浇洗去豆衣 煮到半熟绿干后 上炉烘干 再配上炒熟的野芝麻 晒好的柑橘片 泡出来的青豆茶 混合着菊香和豆香 在天气寒冷的日子里 成了当地村民代客的家品 小雪这天 清田县有吃糍粑的习俗 糯米制成的糍粑 裹上一层甜甜的黄豆粉 满口香气 而在台州黄岩的西部山区 村民们晾晒起了番薯肚肚 各家各户房前屋后 都晒满了番薯干 放眼望去一片金黄 俗话说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 在盛州市江东村 很多农户在小雪这天 都开始制作腌菜 白菜腌制完成 成为了当地农户 冬日里的美味佳肴 今天由央视财经节目中心 联合国家统计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共同发起的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2019至2020 在北京全面启动 活动将通过中国邮政 遍布全国的网络 对我国150多个城市 297个县的10万家庭 进行入户问卷调查 是迄今为止 全球最大规模的 民生感受性调查 从2006年开始到今年 已经是第14届大调查了 那么今年的活动 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今年活动主题 聚焦美好生活城市 调查将从民生保障 营商环境 公共服务力 一居一夜等不同维度 在往年发布 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的基础上 首次推出 信心最足城市排行榜 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排行榜 优质营商环境城市排行榜 十大网络热力城市排行榜 等等多个专项榜单 并将编制收入信心指数 就业信心指数 消费投资指数 幸福感指数 四大指数 这个调查能持续14年 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 它的这个信息量很大 因为10万人 坦率地说社会科学里 能做到10万人的样本的调查不多 这也是非常难得 在今年的启动仪式上 前一年获得 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的 几位市长汇聚一堂 畅谈了去年获奖后的感受 通过这个大调查的数据 可以让我们看得到 城市幸福生活 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和我们应该去努力的方向 供不应求 部分中药材涨价 从16年的90万块钱 到现在就是50万左右吧 一公斤 要其怎样应对 中城药价格如何走 持续干旱 水库缺水 澳大利亚悉尼 面临近十年最严限水令 极具科幻色彩 特斯拉电动皮卡发布 玻璃测试现场翻车 来关注中药材的价格波动 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上的一些中药材的品种 传来涨价的消息 有的甚至翻了一倍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 国内几大中药材交易市场 进行了调查 这里是成都荷花池中药材市场 蒋成功在这儿卖了 很多年的中药材 进入11月以来 他经营的药材中 有十几个品种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涨幅在10%到50%不等 这让他的进货资金 一下变得紧张 去年全力真的发 就是大概1.5-1.6 今年只都是1.7-8了 记者走访了多家经营户后发现 部分中药材的确出现了上涨 包括活血化鱼的穿胸 健脾和胃的茯苓等等 这些药材都是市场中 销量较大的品种 茯苓的话 茯苓的乱块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一个原料的价钱 从十四五六价钱 已经涨到了 十七八元的左右的样子 在国内另外一个 较大规模的 河北安国中药材市场 记者了解到 这里的药材 在一个月前开始涨价 主要集中在 用量较大的品种当中 涨价幅度在 20%到40%左右 现在就是20 现在20 20几公斤 那之前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以前这样子得卖43的 采访中记者发现 涨价最为明显的是天然牛黄 这堆500多克的牛黄 是商户吕剑龙刚刚收来的 他告诉记者 如今牛黄的价格一路上涨 而且特别缺货 这么一小撮牛黄 是用了好几个月才收到 别看数量不多 但价值不菲 足有20多万元 但在三年前 却便宜得多 价格一直是一路在上涨 这个价格应该是从 16年的90万块钱 到现在就是50万左右吧 一公斤 实际上除了天然牛黄 人工牛黄和体外牛黄价格 也都在上涨 牛黄这个 从这个6万涨到12万5 那就是超一半还多 一倍还多 中药材涨价的让一些采购商 措手不及 他们开始观望 至于这波中药材 为什么要涨价 他们也向记者透露了原因 在河北安国中药材交易市场 记者看到 虽然是上午交易时间 但这里冷冷清清 商户三三两两在一起聊天 他们告诉记者 由于中药材涨价刚刚启动 一些采购商还在观望 来采购的寥寥无几 来自湖南的王先生 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一位采购商 他表示 他采购的郁金 从月初到现在涨了50%了 所以他准备多买些 你涨价也是赚那么多 你不涨也赚那么多 就高净高出 低净低出 商户普遍表示 这波涨价 不同品种涨价原因各不相同 像上涨了30%左右的川胸一人 是由于原产地产量减少 从而导致供不应求 价格上涨 川胸的话是因为是 受到就前些年 咱川胸面积 其实是一直属于 减产的一个过程中 然后受市场因素 调控影响 所以说肯定是今年有所 它有种不值钱 人们老百姓都种的少了 种的少了 所以它就涨价了 而像有清粒湿热功能的 海金沙 主制降血脂的郁金等重要材 眼下正是产新的季节 由于新货是陆续产出 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 晾晒清洗 所以此时新货最紧俏 有时供应不足 就会造成货源的断荡 产量一看产量小 产量比说 产量小的话 就有商家收购呗 这一收购 带动这个价格就上涨了 而天然牛黄这样的贵系药材 三年内价格从10万元左右 一公斤到50万元 主要就在于它的稀缺性 天然牛黄来自于病牛体内的胆结石 健康牛不会产生 因此产量极低 有一部分来自进口 而近年来进口量也在减少 国内的产量也极不稳定 它就由以前的屠宰器36个月 就改成18个月了 这个小牛吧 产的这个量就小了 它可能小牛的话 它是1万头牛 能出400克 现在这个牛黄的主要生产以后 就是用来制作安工牛黄丸 只要需求的增加多 需求 中药材价格这种上涨 直接会影响下游生产企业的成本 他们该如何应对这波涨价呢 终端市场的价格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刘颖是河北家中药影片生产企业的负责人 他们的产品主要面向医院和药厂 而药厂的订单合同都是1000亿年 所以即使原料涨价 他们也无法调整产品价格 因为上涨了以后 我们采购会非常难 然后加工这一块的也比较 成本也比较大一些 利润会减少 应该有10%左右吧 而在河北的另外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负责人表示 今年一些中药材由于天气原因出现减产 他们提前进行了采购囤货 厂里的这个仓库里 就储备了大量的中药材 这些都是我们大概10月份 那时候囤的货大概有400多吨 然后单就川胸这个品种来说 我们囤货囤了这是30吨 价格呢 现在我们囤上货的时候19 现在是22 就这一个品种来说 我们为公司接受了大概就是十几万 业内人士表示 中药材涨价导致药企成本上升 一些药企将不得不上调终端产品价格 未来一些中程药或将迎来涨价 从现在来说我们这个价格上涨的话呢 我们有可能成本都不够了 所以我们呢就是说的话呢 如果价格不调可能都有亏损 浙江同乡的石门大桥 是连接石门镇和市区的主干道 长期以来大量超载超线的货车 频繁在桥上通行 导致大桥在建成十几年之后 就变成了微桥 在经过维修之后呢 石门大桥恢复了通行 并且开始实施限重措施 不过目前我们的记者 在走访的时候却发现 依然有大量的重型货车 在石门大桥通行 让桥梁不堪重负 眼前的这辆大车满载货物 爬坡上桥速度缓慢 而这辆装满了石子的工程车 轮胎已被明显压扁 就在记者蹲守石门大桥的 半个小时时间里 就有二十多辆这样的大货车 从桥上通过 而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演 让附近居民非常担忧 尤其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来往石门大桥的货车数量 越来越多 记者发现很多货车 都是装载砂石料集装箱的 重型车辆 要是七八十多年开的 以后要装它的 据了解石门大桥 建于1999年 是连接石门镇与市区的主干道 2017年6月 公路管理部门发现 石门大桥多处出现裂缝等安全隐患 经过鉴定 大桥被评定为四类 可以理解成一种微桥概念 基本上这里都是大车子在过 平凡地过 就造成了我们裂缝的产生 2018年6月 石门大桥曾耗资400多万元 进行了应急抢修 并于年底解除了微桥状态 在大桥恢复通车的同时 也实施了限重措施 虽然大桥两头设置了明显的标牌 清楚地标明了限重重量 但对货车司机们来说 显然并不具备约束力 反正大家都在整 我又不知我一个人在整 据估算 石门大桥日流量 在3.5万辆左右 大车占比达到了30% 这其中超载超限车辆 占到了近20% 目前虽然同乡双超车辆的 专项整治行动 已经持续了近半年 但对于重点货源货运企业 仍停留在检查督导 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办法 石门镇政府计划 对石门大桥南侧500米的 南高桥进行拆建 以此缓解石门大桥的通行压力 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 近来遭到灵火肆虐 当地政府21号又宣布 由于持续干旱 水库蓄水量 急剧下降 整个大悉尼地区 将从下个月的10号起 实行二级限水令 这是这一地区近10年以来 最为严重的限水令 由于降水量不足 水库蓄水量下降 悉尼今年6月 已开始实施一级限水令 按照此前规定 当蓄水量低于50%时 实施一级限水令 蓄水量低于40%时 启动二级限水令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在21号的新闻公报中说 大悉尼地区各水库的整体蓄水量 目前只有大约46% 并且每周都在持续下降 州长贝雷吉克里安表示 鉴于水库水位下降速度快 政府决定提早实施 更严格的限水措施 在二级限水令下 居民只能在特定时间 使用水桶或水壶给花园浇水 洗车也只能用水桶清洗 或前往商业洗车厂 不遵守规定的居民 可能面临220澳元 约合1080元人民币的罚款 企业则可能面临550澳元 约合2650元人民币的罚款 当地时间21号 特斯拉推出了旗下首款电动皮卡 在发布会的现场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揭开首款电动皮卡的神秘面纱 银色的金属光泽 全封闭的车身 百叶窗式的厚箱盖 颇具科幻色彩 马斯克表示 这款皮卡的车身外壳 非常的坚固 可以阻挡口径9毫米 手枪子弹的袭击 现场马斯克邀请了一位男子 上来现场测试 玻璃的超强防弹能力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 当这位男子用一个圆形的金属球 砸向驾驶座侧边玻璃的时候 玻璃却碎了 马斯克对测试的结果倍感惊讶 他调侃说 或许是砸得太用力了 并表示 在之前的测试过程当中 曾朝着玻璃扔过扳手等各种东西 玻璃都没有碎 之后会对玻璃进行修复 特斯拉电动皮卡提供了 250英里 300英里 500英里 三种续航版本 在美国地区的起售价格 为3.99万美元 约合28万元人民币 在本月实际进行的 F1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 巴西战的比赛当中 红牛车队创造了1.82秒 进站更换轮胎的记录 是的 而就在日前的这个车队 又进行了零重力挑战 将换胎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红牛车队本次零重力换胎挑战 在俄罗斯上空进行 16名维修站工作人员 提前参加了一个宇航员速成培训 当天与10名设置组成员 一同登上了模拟失重飞机 在这次挑战中 飞机在约1万米高空 以45度角爬升 然后沿抛物线下降 在下一次爬升前 会产生大约22秒的失重状态 如此往复 在每一段失重期之前和之后 用来进行挑战的赛车和其他设备 都必须小心固定好 现场每次拍摄时间约为15秒 虽然远不及车队在正常比赛中 约2秒的换胎速度 但参与者称 这是他们进行过 对体力和技术要求最高的活动 好在最终挑战顺利完成 红牛车队2005年正式加入F1比赛 迄今已赢得过 四次车手和车队世界冠军 62次分战冠军 12月1号F1本赛季收官站 即将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届时 红牛车队将进行 更为务实的近战换胎操作 好 更多的消息 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截至今天上午8点 江西鄱阳湖都昌站水位 下降至8.54米 跌破9米关口 直逼8米以下的极枯水位 水门部门表示 7月下旬以来 江西出现持续罕见的干旱少雨天气 可能导致泊阳湖水位 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近日在甘肃省 垄南市康县平洛收费站 附近的高速公路上 一辆装载32吨汽油的油罐车 爆胎起火 当地消防部门 立即调派力量赶赴现场救援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紧张扑救 大火最终被成功扑灭 索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受持续降温影响 山西平路黄河湿地 迎来了4000多只月东大天鹅 今年抵达山西平路黄河湿地的 月东大天鹅 相比去年晚了一周左右 但是数量却超过了晚年 当地提前准备了 玉米大豆等人作物 保障月东大天鹅有充足的食物 进入冬季以来 甘肃张业市整合旅游资源 推出系列冬春季旅游主题活动产品 积极打造冬季旅游特色品牌 同时张业市将对到张业的旅游包机 旅游专列 以及滑雪和水上娱乐活动等 实施相应奖励补贴 21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 对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发出警告称 如果威尼斯不能有效防范洪灾 做好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 将有失去世界遗产头衔的危险 近日威尼斯遭洪水侵袭 不少历史建筑文物古迹都受到损毁 当地时间21号 菲律宾航空公司 一架原定于从美国洛杉矶 飞往菲律宾马尼拉的波音777客机 起飞后不久 机长报告引擎出现故障 随后在洛杉矶机场紧急迫降 有目击者称 看到飞机的引擎喷火 菲律宾航空公司发言人称 机上347名乘客和18名机组人员 安全无恙 目前还不清楚导致引擎故障的原因 当地时间21号 1939年出版的第一期漫威漫画 在美国达拉斯 以12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886万元的价格被排卖 排卖公司表示 这本漫画书最初售价仅10美分 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游地员 在报摊上购买的 最近新加坡一家酿酒厂 推出的金酒酿制培训班 逐渐受到追捧 在这里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酿酒的过程中加入各种香料 柑橘 花朵 草药等 从而制作出极具个人风格的金酒 据悉这样一门课程 花费大约是198新加坡元 约合人民币1022元 学员可以将自制的500毫升金酒带回家 近日印度加尔哥达市中心的 一座商业大厦附近突然下起钞票雨 有人从大厦高层向下抛洒 大量面值100 500 2000卢比的纸币 附近民众见状纷纷上前实检 据悉 事发时 政府税务部门正在大战略的办公室 进行突击检查 欢迎您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 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 了解更多的资讯 也请您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到这儿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将会为您播出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您锁定关注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